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米老师同书会。 今天我们一起要读的是齐先生妙小姐系列中的第二本有关小姐的故事, 名叫淘气小姐。 Little Miss Naughty, 因罗杰·哈格里维斯住, 任荣荣亦, 同去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案。 你淘气吗? 我敢打赌,有时候会。 但是淘气小姐时时刻刻都很淘气。 你淘气吗? 我敢打赌,有时候会。 但是淘气小姐时时刻刻都很淘气。 星期天早上,淘气小姐醒来, 看了看窗外。 今天天气不错, 她心想, 然后她咧开嘴笑了。 今天是一个淘气的好日子。 她说, 说完, 她搓了搓手。 那天早上, 傲慢先生正在外面散步。 淘气小姐把她头上的帽子碰掉了, 还在帽子上跳来跳去。 我的帽子! 傲慢先生生气地大喊。 下午, 聪明先生正坐在花园里看书。 你知道淘气小姐做了什么吗? 她打碎了她的眼镜。 我的眼镜! 聪明先生心疼地大喊。 晚上, 莽撞先生正站在草地上想事情。 你知道淘气小姐做了什么吗? 她扯下了她的绷带。 然后, 她用这些绷带把小小先生包了起来。 呜呜呜呜呜呜~~ 小小先生吃力地叫喊着, 如果你被这样包起来, 也是很难开口说话的。 傲慢先生, 聪明先生, 莽撞先生, 还有小小先生, 都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哦 多么美好的星期天啊 淘气小姐边走边咯咯笑着 而且离睡觉还早着呢 星期一早上 齐先生们开了一个会 这是他们那天做的第一件事 我们得想想办法 奥曼先生戴着好不容易才弄平整的帽子说 然后大家看了看戴着备用眼镜的聪明先生 你是我们中间最聪明的人 他们说 我们该怎么对付淘气小姐呢 聪明先生想了想 又清了清嗓子 然后开始说话了 我没有办法 他无奈地说 我有办法 小小先生高声叫道 我知道该怎么教训那个淘气的小姐 小小先生继续说 我还知道谁能做到 他补充说 怎么教训 怎么教训 奥曼先生问 谁能做到 聪明先生问 啊哈 小小先生笑了笑 然后就去找他的那位朋友了 那位朋友能做出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比如隐身 比如隐身 好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呀 星期一 星期一 好奇先生 要做这件可怕的事情 怪事发生了 捏 有人捏了他的鼻子 一个他看不见的人捏了他的鼻子 一个隐形人 这个人会是谁呢 哎哟 淘气小姐尖叫起来 他扔下油气筒和刷子 一溜烟似的逃走了 星期二 盲露先生正在急匆匆的赶路 就像往常一样 淘气小姐站在路边 伸出了一只脚 他想把他绊倒 让他摔个大马趴 让他摔个狗啃泥 可是 就在他准备伸出脚绊倒忙碌先生时 怪事发生了 捏 那个看不见的捏鼻子的人又动手了 而且捏得很疼 哎哟 淘气小姐尖叫起来 然后 他又一溜烟似的逃走了 星期三 快乐先生在家里看电视 屋外 淘气小姐捡起了一块石头 他要把他的窗子砸坏 这个淘气的女孩 可是 就在他举起胳膊 准备扔石头的时候 你猜怎么样了 没错 捏 哎哟 淘气小姐尖叫着 捂着鼻子 跑掉了 这样的事不断的发生 星期四 捏 星期五 捏捏 星期六 捏捏捏 几天时间 淘气小姐就变成了红鼻子 不过 到了星期天 他被治好了 他一点都不淘气了 多亏了 多亏了那位看不见的捏鼻子的人 星期天晚上 小小先生跑去看他 你好 不可能先生 他微笑着说 谢谢你帮忙治好了淘气小姐 愿意效劳 不可能先生也笑着说 不过花了整整一周 小小先生听了 也开嘴笑了 你是说一啾 他问 完 好了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淘气小姐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米老师同书会哦 我们下次再见